這個球第一顆球就點下去 投手只能夠選擇往一壘傳 這個的跑跟點的配合做得很好 果然黃月豪是前天自己勝投 然後自己打回贏球 教練就有說算是對上很聰明 執行戰術觀念等等很好的選手 應該是一出局二三壘 來看看東元能不能夠再添分數 再點一顆 投手沒接到 被東元給要到這一分 還沒有抓到跑者 投手這個滑倒跟沒有接到是他想要 往本壘來少掉分數 想要傳給捕手 要看這個滑倒好像有一點撞到 這個腳還是屁股的地方 還有手肘 這個著地是蠻痛的 現在是出局一三壘 一壘像的跑者一樣繼續發動到壘 這次謝傑是傳的比較快 但因為三壘有跑者的關係 二壘手還是選擇把他卡鬥起來 一壘手再點下去投手 這個來不及往本壘 因為跑者在跑 你要做給球 距離太近 你也不可能上手加速來傳球 這局得這三分 全部是這樣的一個戰術執行所獲得的 對 用強迫取分拿了三分了 關鍵是投手滑倒的那一球 第二個沒有抓到 都掉了兩分 總之先製造跑者上壘 對 因為下一棒就是方榮恩 這一棒打得還不錯 但是 黃的月豪 直接把球給撲下來 直接接殺 這個讓他落地的話 並不好處理喔 整個身體反應能力太好了 哇 這一個美技守備爾 幫助盧伯宇先抓下了第一個出局 也吃下一顆定心碗 壘上沒人就可以很輕鬆的來面對方榮恩 這種貼地的球並不好接喔 打擊是許志祺 方榮恩先起跑 哇 今天一壘手李承宇不錯喔 幫忙接了蠻多球的喔 大概昨天有一球比較強勁 那球是有難度的 沒有接好 可能有被教練練了一下 但是我覺得小朋友蠻不錯的喔 就是馬上做修正 今天在一壘的防守 至少三四顆球都是他手下來的 對 這球出棒是一個 誰球進到了左愛野手的手套 也形成了最後的一個出局數 總場在黃越豪上來之後 順便抓下最後一個出局 是以3比0 玩封了高雄的復興國小 東元國小 這一個小五戰隊 又在闖下了這一關了 從進到了待會的四強 一會兒 就是一個小小小的 一會兒 一會兒